爸呀 喂 这人去哪了呀 爸呀 嘿 干啥呢你们这呀 邻里邻居的你们这干啥呢 你都别闹了 行不行 我爸丢了 我跟你们说呀 我爸他做了一辈子教育工作了 到老了 现在谁都不认识了 哎 连我都不认识了 现在啊 天天除了借钱就是借钱 得谁跟谁叫老同学呀 老同学 哎呀 都来了 想死你们了 老同学呀 老同学 真的 哎呦 老同学 哎 老同学 哎 老同学 挺好的呗 挺好的老好的 哎呀 我今天来呀 没别的事 借钱 对吗 对对对 行 真的呀 真的 但是啊 钱在家呢 你这样 你跟我回家去 行吗 跟我回家 行 哎呀 走吧走吧 你要肯借我钱 比如说跟你回家 就出家我都干 哎呀 我说给他骗回家 那个 媳妇啊 哎 快来呀 媳妇 老同学 来咱家了 又跟咱家借一万块钱 啊 没问题 这不早都准备好了吗 来 这是一万块钱 你先拿着 哎呀 哎呀 太好了 终于借到这钱了 那就放心了 是吧 这回呀 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好 放心好 这个放心 哎呀 老同学 爸 睡着了 睡着了 哎 不对呀 你说爸今天怎么进屋就拿钱呢 要是按照平常的剧情 爸应该先问一堆问题啊 不知道 爸从早上到现在是走一路问一路 现在是雷蒙全了 哎 对了 你把钱先给我 我得给儿子交学费去了 一天跟他斗志斗勇 行 那让爸好好睡一觉 我就先走了啊 那慢点啊 哎 路上小心啊 哎 爸呀 你说你一天都是为了啥呀 儿子看你都觉着累 现在好了 没人打着你了 好好睡一觉 啊 谁呀 松水呢 哎呀 小点声行不行啊 松水呢 我必坐一把 你进来吧 不是 你家咋不让大声说话呢 我告诉你 我爸睡觉呢 好 来 这你盯的水瓢 一百万钱 我这有钱 走吧啊 哎呀 哎呀 看上来 不到以上我算你家正好一万 谢谢啊 那个厉害 以后盯水找我啊 好使 行 再见 老同学啊 你现在走不了了 咋的呢 我爸醒了 你爸醒了跟我有啥关系啊 那不你二老一嗓得给寒醒的吗 那我再给你哄睡着 你快拉倒吧 你咋哄啊 我告诉你啊 哄老人睡觉 那跟哄小孩一样 我有经验 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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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抱 妈妈的双手 轻轻摇着你 经验 哎 他们经成了吗 不光他经成我都上头了 这么的时间 你帮我个忙行不行啊 你帮我陪我爸演个戏 兄弟我是松水的 你帮我演好了 我下个月还定你家事 想不了 两月 没学过 三个月 咋演呢 老同学啊 哎哎 借钱 对吧 那钱在我媳妇呢 你跟她说 你过来 你过来 咋的了 啥咋的了 我演戏行 我演你媳妇是啥角色呀 大王别挤呀 演不了 兄弟你还三个月 演不了 五个月 你老拿这些赤裸裸的东西 诱惑有用吗 老公 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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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挺好是挺好 我是女的 别上手啊 我记得 我记得你是不是长头发呀 原来是长头发 后来天热我就给搅了 以前挺好看的呀 你等会儿啊 你爸啥意思啊 我说你长得磕银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松水界的五天赤裸 哎呀 照亮了 你爸彻底从我底线上了 演不了 别别别 兄弟你看五个月 演不了 几个月 是 最近吧 没好好长 长大一了 别一了呢 那啥 那个 老同学呀 我今天来呢 没别的事 借钱 借一万块钱 借钱呢 没关系 等会儿啊 来 他日子 钱拿来吧 啊 你们管的叫道具 道具钱 给我 那个 这么点兄弟 你客服客服 道具自卑 啊 那我明白了 整不了 哎 别别别 兄弟你帮个忙 帮个啥呀 啊 我来你家演戏 我还得搭一万块钱 我啥呀 带资演员呢 兄弟 你听我给你解释 行吗 钱刚才让我媳妇拿去 给孩子交学费了 这么的 你把钱借我 我爸他只要一拿到钱 他肯定睡着 他不能真要 哎 实在不行 我订你家一年水 我给你打个欠条 不是 他不是欠条 不是欠条的事 你那一年水 你得定啊 我肯定定 我媳妇一回来就定 马上定是吧 马上定 你爸拿到钱 马上睡觉 肯定睡 信你一回 信你 哎呀 老同学 老同学 哎 来把这放这啊 哎呀 我只有一万块钱 你拿着 谢谢啊 哎 哎 他补睡了呢 不是 老同学 你干啥 老同学呀 你爸挺有劲 不是那个老同学呀 哎 你不是应该拿到钱就睡觉吗 我刚睡醒睡啥呀 不对 剧情安排的 你得睡 我不困 你困了 我不困 你困了 你困了 我困了 你睡吧 好嘞 哎 老同学 那个 你 大老眼来的 不得各家吃点饭啊 对 对 对 老同学 你说 你好不容易来一回是不是 那你吃点饭啊 再吃 哎呀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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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啊 这样 我在这个家已经忙活半天了 我都忙饿了 这个角色赋予我有这个权力 在这吃点饭啊 都不是外人 我就点了 来 来个油闷大虾 行 糖葱 行 辣子鸡丁 我不吃辣的 换锅包肉 好吃 坐去吧 哎呀 你点给你做呗 我不会做呀 我也不吃 哎呀 不会做没关系啊 咱可以点外卖啊 下单 我没钱 我也没钱呢 我这钱不能动 有 有 我点 我点啊 我点 那个 油闷大虾 糖醋鲤鱼 辣子鸡丁 我不吃辣的 我吃 不饱肉 您的外卖已接单 哎呀 那个 老同学呀 菜呢 我已经点完了 跟你商量个事 你先把钱给我呗 这钱不是你借给我的吗 我过两天再接你呗 我过两天就还你了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你还谁呀 我咋不知道 你是我老同学吗 我啥老同学 我送水的 哎 送水的大爷 你看 你是送水的 哎呀 大爷 你终于认出我来了 赶紧送水去吧 好 对啊 那一万块钱还没给我呢 这一万块钱是我老同学借给我的 凭啥给你呀 跟你啥关系呀 哎呀 这一万块钱 你特地跟我没关系啦 我看出来了 我在你家演的这部戏叫鸿门燕啊 来 你过来 老同学你先坐 啊 先坐 先坐 不是 兄弟啊 真对不住了 我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 不是 兄弟啊 你看 我进来 你让我演戏我演了 你让我拿钱我拿了 咋的 现在的钱 真发啦 兄弟啊 那都是大哥一同睡一同睡扛的辛苦钱啊 你把钱给大哥不行吗 行 我帮你要 你帮你要 我帮你要 我帮你要 我帮你 嘿嘿 那个 老同学呀 你先把钱还给人家行吗 这是我老同学借给我的 是 是 是老同学借你的 你先把钱还给人家 过会儿我再给你拿 不 听话 不 听话 不 听话吧 爸 我就不明白了 你到底是为了啥借着一万块钱呢 能给你落下这么大个心结 爸 这么多年了 我累了 爸 你这样 你把钱还给人家 行吗 爸 你把钱还给人家 行不行啊 爸 吵什么呢 爸怎么了 老同学 老同学老同学 你先坐啊 我问你话呢 没事 我就是跟爸聊会儿天 你谁啊 我是下巴子村村主任 今天我是特意来拜访郭老爷子的 我们村呢 我们村呢 是一个偏隐山区 孩子们上下学呢 要经过一个十五米宽的一条大河才能过去 这一到下雨的时候 河水就往上涨 孩子们上下学 是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郭老先生到处去筹钱 要跟孩子们 要修一座桥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郭老先生 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 今天 我终于找到了郭老爷子 郭先生 我代表我们村的孩子们和父老乡乡们 谢谢您了 老同学 钱我借到了 郭先生 您不用借钱了 这桥已经修好了 我这钱还没邮过去呢 五年前 政府就已经把桥给修好了 真是屁啊 真的 我现在就带您看看桥家 好 走 没有期待 是我没无想 真是要记得你有心 没想到我今天猜 你这部戏是这么的感人啊 郭老 我那一万块钱不要了 哪有需要钱的地方